学业结束之后的Guru Dakshina 他当时就问道如果可能的话 Krishna可不可以将他死去的儿子 重新带回他的身边 好让他能够再度与他的儿子重聚 而Krishna的确把他的孩子带了回来 现在过了许多年后 Devaki再次提起当年的这件事情 Devaki就问Krishna 你能不能把我六个死去的儿子 就在他们出生之后就被康萨杀死的这六个儿子 重新让他们死而复生呢 很显然没有人能够让死人死而复生 但是Krishna却做到了这一点 Krishna不光把这些儿子带了回来 而且让他们重新恢复了婴儿的形态 他们爬上Devaki的膝蓬 他们爬上Devaki的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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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Krishna在被转送到枝库之前 也损失了Devaki的膝乳 罗家瓦潭第十篇85章就讲到 这六个孩子立刻就摆脱了他们的累生累世的污染 而且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返回了天堂 而天堂正是他们前来的地方 Sukhadeva Goswami ends the chapter 85 this way Sukhadeva Goswami 以这样的方式对85章内容进行了结尾 He declares that anyone who hears these past times as presented by Vyasa Deva his father then that person will become similarly purified ineligible for becoming free from all material contamination Sukhadeva Goswami宣称 一个人如其所如的聆听 从他的父亲Vyasa Deva那里 所讲述的这一番笑容时光 那么他们同样的可以获得进化 摆脱他们累生累世的污染 而且更棒的是 一个人只是通过这样聆听的程序 能够唤起他内心中极大的喜乐 以及与Krishna的这种关系中的狂喜 以上就是85章是如何结尾的 现在我们准备好进入第86章的内容 在第85章内容当中 Krishna展现了他无穷无尽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也描述了Krishna与 当时这种情况是Devaki作为他奉献者 那么展现了Krishna与他奉献者之间的爱心交流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聆听到 在Krishna与Arjuna之间 非常令人惊奇的亲密关系 这关系远远超越了Krishna向Arjuna讲述 Bhagavagita 国家梵歌时当时的情形 请仔细地去聆听当中非常敬畏的 Bhagati的爱心的部分 一位成熟的奉献者是如何展现 他与至尊主之间的爱和尊敬的 以下是第八十六章的开头 帕里克希特王说 Oh Brahmana 我们渴望知道Arjuna如何迎娶了 主Bala Rama和主Krishna的妹妹 我的祖母 这里讲述的人是帕里克希特王 He's speaking to Shukhideva who's referring to him as Brahmana 那这里他正在向Shukhadeva Goswami 称呼 他称他为是一个Brahmana 婆罗门 And he wants to hear how his grandfather Arjuna excuse me How Arjuna married Lord Balaram's and Krishna's sister Subhadra 而他此时非常地想要知道 Arjuna是如何迎娶了 Balarama和主Krishna的妹妹 Subhadra Marash-Prikshit was the son of Abhimanyu and Uttara Parikshit was the son of Arjuna and Subhadra And Abhimanyu was the son of Krishna In this way Subhadra was Maharaj-Prikshit's grandmother 如此一来 Subhadra就是 Parikshit Maharaj的祖母 His mother was Uttara And his grandmother was Subhadra Parikshit王的母亲是 Uttara 而他的祖母是 Subhadra And Parikshit wants to hear how Please narrate how it was Arjuna married Subhadra Parikshit王想要知道 Arjuna是如何迎娶 Subhadra的 Here's Jiva Goswami's commentary Why he asked this question Please read 以下是Jiva Goswami 对于Parikshit王为何去问 这样的问题的阐释 看到逍遥时光接近尾声的迹象 Parikshit王变得焦虑起来 他不希望逍遥时光的讲述就此结束 并提出一个问题 以便故事能够继续下去 他询问了关于他祖母的婚姻大事 而Krishna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人们通常想要去了解他们祖先的事迹 而这往往处在物质的层面上 而这种情形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Parikshit王即将就要死去 他此时可不仅仅只是对祖先的事迹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是Krishna 他知道去聆听关于Krishna的事迹 能够将他的心意转向Krishna 好让他死后能够去到Krishna身边 所以尽管这个话题表面上是跟他的祖母有关 然而实则是跟Krishna有关 那正像 那正像 Subhadra是Parikshit王的祖母 Arjuna是他的祖父 而这就是圣典博家瓦谈当中的事情 一切都和Krishna有关 以下是Srila Shridhar Swami的评述 是非常有意思的 Parikshit王在这里的提问 是从前面的叙述中来的 因为Arjuna赢得Subhadra就像主Krishna 把Divaki柱子从明界中找回的壮举一样 原因是Jubhadra Rama本人当时反对Subhadra嫁给阿珠呢 Bhagavan的一个定义就是 他占据的所有的Bhagas 就是所有的这些富裕 85和86章中的有一种关系 就是他们都展现了Krishna的富裕 而在这种情形下 第86章当中呈现的富裕就是 当时Jubhadra Rama是反对Subhadra嫁给阿珠呢 而这种情形是由Krishna所激励发生的 实则是为了激发奉献者与Krishna的这种爱心交流 这种情形下 这个奉献者是Arjuna 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 不光是展示了Krishna的富裕Bhaga 而且是展现了更深一步的是展现了Krishna 对他的亲爱的奉献者展现出的这种爱意 这种情形下就是Krishna对Arjuna展示的这种爱心 Krishna and Balaram were brothers Krishna和Balaram是兄弟 And Zubhadra was their sister 而Zubhadra是他们的妹妹 Balaram was the elder brother Balaram是长子 根据伟大文化 哥哥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And the elder brother And the elder brother Balaram had another idea Than Zubhadra marrying Arjuna 作为长兄 Balaram对于Zubhadra 在世俗的家庭当中 这种情形可能就会产生冲突 然而在伯嘉瓦谈第十篇八十六章当中 这种情形却成了一场狂喜的盛宴 你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Sukhadeva Goswami如此回答 Pariqasitvang Sukhadeva Goswami说道 Arjuna四处云游各个朝圣之地期间 他来到了Prabasa 在Mahabharata当中 记述了这样的一个逍遥时光 Arjuna选择去朝圣一整年 因为当Yodhishtir和Jopadi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去到他们房间取武器 以保护一位Brahman的母牛 这些母牛当时被一些强盗抢走了 当五位潘大午兄弟都迎娶了同一位皇后Jopadi 昆提皇后就设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Jopadi每一个月份 只会单独同一位潘大午兄弟在一起 而在接下来的四个月 那么每位潘大午兄弟 才能有别的机会与Jopadi独处 所以当这个月份是Yodhishtir王和Jopadi独处的时候 Arjuna是不应当进入他们的房间的 但是当时的情形却非常的急迫 一些牧牛狼来到Arjuna面前 这些牧牛郎祈求Arjuna的协助去保护他们 这些牧牛郎的牧牛们被一些强盗抢走了 请帮帮我们吧 然而Arjuna的武器却放在Yodhishtir王的房间里 所以Arjuna做了必要做的事情 他就进入了Yodhishtir王的房间 拿了他的武器去赶走了这些强盗 当他返回的时候 他向Yodhishtir王说道 我已经违反了我们母亲 给我们设下的规矩 由于这样违反了母亲的话语 那么我将为此在全印度的圣地去朝圣一整年作为惩罚 Yodhishtir王说不不不 然而Arjuna的起义去 于是他就踏上了朝圣之旅 在全印度不深的朝圣一整天 这种故事就是阿欧 一个上海的协助 Yodhishtir王的协助 在这个读图中他听到了一件 阿欧阳的插进这些事情 但在那里他说说 朱巴尔兰有一个印象他的表妹苏巴尔兰 许配给独悠尔兰 但当时没人赞同这个计划 而朱南一心想要迎娶苏巴尔兰 所以他乔装成一名妻爵的僧人 拿着桑尼亚斯棍去了独瓦尔兰 注意到这里描述到 巴勒兰和他的妹妹苏巴尔兰之间的关系 讲到巴勒兰和苏巴尔兰是他的母系这一方的表妹 而当时的巴勒兰有意将苏巴尔兰嫁给独瓦尔兰 在图中可以看到 苏巴尔兰的身材 比起左右的 Krishna和巴勒兰来说 身材非常的娇小 而巴勒兰和苏巴尔兰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当这些孩子还非常年幼的时候 当时巴勒兰呢 当时 巴勒兰呢 还有 比马 以及其他的王室成员 都在巴勒兰的门下接受了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大头棒 而为了Krishna消耗时光的目的 巴勒兰对独瓦尔兰情有独钟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巴勒兰希望独瓦尔兰能够迎娶苏巴尔兰 当阿尔兰听说巴勒兰想要把苏巴尔兰嫁给独瓦尔兰是 他决定乔装打扮去到独瓦尔兰 他没有以阿尔兰的身份进入独瓦尔兰 而是打扮成一位独瓦尔兰的身份进入了独瓦尔兰 也许这听起来非常的奇怪 阿尔兰要打扮成一个独瓦尔兰的样子 尤其是瓦尔兰兰都不愿意把他们最喜爱的女儿嫁给独瓦尔兰呢 瓦尔兰是Krishna's father 瓦尔兰是Krishna's father 瓦尔兰兰本可以去展示他作为父亲的权威 说这是我的女儿 我有权决定把她许配给谁 但是他却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巴勒兰 以维持家庭的关系 以下的这行小字表明 接下来我们讲述的内容是来自马哈巴勒兰 其中描述了这部分内容 并没有记载在伯加瓦潭当中 当时优迪士帖尔王和周帕迪和阿尔兰当时都原本出在印度巴斯塔 在马哈巴勒兰当中 记述了整整这一年 阿尔兰的旅程究竟是如何的 实际上阿尔兰的云游期间 实则只有八个月 因为还有四个月 是雨季的四月苦行 那么计划就是这样进行的 Arjuna被 Krishna建议 乔装打扮成Sanyasi 进入Duvarka 因为对于一位Sanyasi来说 在四月雨季之期间 最好留在一个地方 而不是四处旅行 Arjuna打扮成Sanyasi 而且通过Arjuna打扮成Sanyasi的样子 Arjuna获得了机会 能够与苏巴者会面 以下是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Arjuna Go ahead Sorry your margin You have more? No, I have finished the translation Balaram Like many Great Hustas Like to invite Sanyasi to his home And serve a meal to that Sanyasi Balaram像很多的 Great Hustas那样 非常的乐意去邀请 一些Sanyasi 来到家中 给他们提供餐食 由于Arjuna打扮得像一位Sanyasi 如此一来 Arjuna就会被Balaram邀请 来到他的宫殿中 去荣耀午餐 而Subhadra就是 给大家服务午餐的那一位 And this happened many times During the course of four months 而这一幕 在这个雨季的四月当中 时有发生 In this way Arjuna became Very attracted to Subhadra And Subhadra became Very attracted to Arjuna 如此一来 Arjuna被 Subhadra分外地吸引 而Subhadra也深深地 被Arjuna所吸引 And this was all Krishna's plan 而这些全都是Krishna 制作的计划 以下就是来自 Mahabharata当中的内容 Arjuna沿着 Bharata之地的西海岸 向北旅行至Prabassa 在Prabassa附近的海洋里 Krishna建造了 以Duvarka著称的海城 Arjuna在远处 就看到灿烂辉煌的城堡 像太阳一样 闪耀在地平线上 只有走过一架戒备森严的大桥 才能够抵达城堡 Arjuna来到大桥之后 便差人告诉Krishna 他已抵达的消息 于是Krishna立刻出城 迎接他心爱的朋友 他俩喜上眉梢 互相拥抱 此前Arjuna 从Indra Pasta流放的消息 早已传到Duvarka Krishna一直期待着 他年底前能到此一游 他知道Arjuna有意 迎娶他的妹妹Suvajara Arjuna早已从Gada那里 听说过这位公主 而Gada是Krishna的堂兄弟 曾和Pandava兄弟一起 在Dunachaya的门下学习 Gada描述说 Suvajara的美丽无与伦比 而且拥有所有女性的 美好品质 仅仅只是通过 聆听这些描述 Arjuna的内心 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甚至就在那时 他就下定决心 要想方设法 迎娶她 娶她为妻 并且 这可以在Pandava兄弟 和他心爱的Krishna之间 缔结起联盟 Who is Dronacharya? Dronacharya是谁呢? Dronacharya是一个 Brahmana who had received military training and gave that military training to many including Balaram excuse me including Gada and many others Dronacharya Dronacharya是因为这样的婆罗们 他受过军事的训练 同时也教授军事记忆 而在他教授军事记忆的学生当中 就有像Gada这样的人 在Pandava和Gada之间 已经有着亲密的关系 Gada Gada Had met and described the beauty and qualities of Subhadra Gada 亲眼目睹过Subhadra的美丽 而且他就描述了Subhadra的美丽是如何惊人 And he had then made up his mind that h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marry Subhadra 而Dronacharya就下定了决心 一心一定要去允许Subhadra为妻 And if the Pandavas had a marriage with a member of the Yadda dynasty would make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very strong 而如果Pandava 迎娶了亚多王朝的公主为妻 这样就会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盟 更加的深厚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Rukmini hearing about Krishna's qualities and his beauty and she decided she wanted to marry him 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 当时Rukmini公主 听闻了Krishna的美丽 和Krishna美好的品质 便打定决心 一心要嫁给Krishna And this is now similar but different 这种情形非常的相似 但却有所不同 Arjuna 从他的亲戚Gada那里听闻了Subhadra的一切 僅僅只是通过聆听Subhadra的一切 尽管眼前有诸多的障碍 Arjuna仍然打定决心 一定想方设法要迎娶他为期 Krishna was expecting Arjuna to arrive in Dwaraka Krishna期待着Arjuna来到Dwaraka Krishna came out of the city of Dwaraka to receive his dear friend and cousin Arjuna Krishna就走出Dwaraka Krishna就走出Dwaraka城外去迎接他亲爱的朋友和他的表兄Arjuna And after hearing, here's what Krishna said, read 以下是Krishna所说的 Arjuna告诉Krishna,他云游了各个圣地 Vishni族人的英雄回答道,好极了 你的虔诚与美德在与日聚增 要记得,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Mahabharata 是与第86章的内容相协调一致的 Pandava王子很快将话题转移到Subhadra身上 他询问Krishna,该如何迎娶她 Krishna听罢微笑道 这公主在各方面都与你十分般配 可是人中之虎啊 谁知道她在Subhadra选夫大会上 会有怎样的选择呢 对于一名英雄来说 赢得未婚少女最万无一事的方法 就是强行将她掳走 这一直是强者的行动方式 而且是神圣的经典所允许的 除在皇室当中的公主 有时被允许自己去选择他们未来的夫君 但Krishna在这里暗示说 谁能知道Subhadra当时会自己去选谁呢 所以实际上是Krishna的建议 建议她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 是赢取Subhadra 如果一位年轻的Krishna王子去到选夫大会上 将公主绑架走 那么这个行为是被启示经典所允许的 所以这些是Krishna的计划 而并不是Arjuna自己的计划 Krishna还补充说 他的哥哥Balarama 一心想着他嫁给Duyodhana 尽管Duvarka的其他人 并不赞同这个提议 Krishna特别不喜欢这个想法 他更愿意Arjuna牵他妹妹的手 但是Balarama是城堡之父 是Krishna的兄长 Krishna不想违背他的意愿 他告诉Arjuna要有耐心 他们会想出一个方案来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可以一起度过一段时间 Arjuna还剩四个月的流放时间 他可以在Duvarka度过这段时日 就看看吧 这其中蕴含着多少伟达文化当中的 这些精微的礼仪和爱心 尽管Krishna在这里讲到Balarama是他的长兄 由于这个原因 作为幼帝的他并不想违背长兄的意愿 所以他想出这样一个计划 能够让Arjuna的愿望得以达成 同时能够让Balarama也心满意足 那实际上国王是Ugrasena 并不是Balarama也不是Krishna 而且他们的父亲Vasudeva也在Duvarka居住的 所以出于家庭关系的原因 他们让Balarama来决定 虽然这一决定是他们所反对的 Krishna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品质就是他非常聪明 请听 Krishna建议Arjuna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公然进入城堡 他将没有机会见到Subhaja Subhaja住在Balarama的宫殿里 从未抛头露面 他首次的露面将是在他的婚礼上 然而如果Arjuna穿成弃绝者的模样进入城堡 Balarama无疑会邀请他用膳 Krishna知道他的哥哥喜欢宴请苦行的僧人和圣人们 并且他总是安排Subhaja去服务他们 这样他可以得到祝福增加Subhaja的美德 因此Arjuna应该乔装打扮成一名Sanyasa阶层的弃绝者 如果他的头发纠缠 续着胡须 尤其穿上橘色的Sanyasa长袍 就不会有人认出他 另外他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住在Duvarka 等待时机去赢得美丽的Subhaja 雨季刚刚来临 依照惯例 四处云游的苦行僧人会驻留在城里 直到雨季结束 这可是一场大戏 而Krishna正是撰写这部大戏的剧本的人 Arjuna是他至为亲爱的奉献者 而且他也想确认Subhaja是否也想嫁给Arjuna 而且他也想确定Arjuna是否能够坚定决心要赢取Subhaja Krishna返回到他的城堡 Arjuna则在进城之前到城堡外多待了几日 Krishna的计划听起来很不错 Krishna希望有机会能见到Subhaja 也想让Subhaja看到他 虔诚的他不想在违背Subhaja意愿的情况下将他掳走 如果Subhaja对他不感兴趣 他就平静地离开他 尽管Arjuna仅仅是听闻Subhaja的美丽 他的品质便对他心深爱意 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品质 他想确认Subhaja是否也有意想要嫁给他 如果Subhaja对他并不感兴趣 那么他就会放弃这样的想法 那要点就在于我们应当留心 在这个逍遥时光的进行当中 存在着诸多非常精微细心敏感的地方 在灵性的生活当中奉献者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而这个逍遥时光为我们呈现了一副非常完美的画面 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处理关系 当然这其中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 不是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样 但仍然而在我们选择行动之前 去仔细地去留心我们该如何行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阿尔珠娜非常具备资格 尽管他有魁士纳给他撑腰做主 但他仍然尊重苏巴者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听听这出戏如何进行 Balarama如此形式为的是Krishna能够上演一些惊险刺激的逍遥时光 Balarama和Krishna一样是全然有力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 然而Krishna的内在能量YogaMaya 却仍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Balarama 而目的是能够让Krishna和他亲爱的奉献者阿尔珠娜 能够上演精彩刺激的逍遥时光 Sanathana Goswami makes the following commentary Sanathana Goswami做出了如下的评述 Balarama给Duryodhana快乐Rama 教他如何使用棒处 依据Krishna的安排 Balarama和Duryodhana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关系 整整四个月 阿尔珠娜都打扮成Saniyasi的样子住在Dwaraka 而珠娜乔庄装层一名僧人 在雨季的几个月期间一直住在Dwaraka 以实现他的目的 祝Balarama和城堡里其他的居民 向他质疑所有的敬意 盛情以待 他们都没有认出他 以下是Sanathana Goswami的评述 以下是Sanathana Goswami的评述 在Krishna的意愿下 Balarama没有认出他 不然就意味着Balarama并非无所不知 图中描绘的是Sanathana Goswami正在写作 而他的左边就是他所崇拜的神像 Madam Mohan 接下来 朱Balarama出为他的天性 那么就将 阿珠娜作为嘉宾带到了家里 一日 朱Balarama把他当作特邀晚宴的嘉宾 带到家中 阿珠娜享用了主 恭恭敬敬献给他的善食 这张画是在左边的绵带 你看禾巴拉ama的船和雷 但不像雷 não有雷 他只是在培果里的爬 他将来做宾斤